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我们介绍五亩数统计的概论 什么是五亩数的统计呢 它就是一种技巧 那么最主要的话呢 是什么样的特性呢 它对于这个母体数值的分布的形态是不限定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的话 我们还有要求很多的情况是要求是母体为常态啦 或者是两岸母体之间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编译数相等啦 那现在我们说 我们对于这个形态来说 我们没有限定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什么有关于直化的这个资料的分析 比如说像是明目的尺度啦 顺序的尺度啦 这些都不是属于常态分配的 那么我们的话也没有办法能够知道 什么叫做平均值 什么是变异数 那么在那种情况 这些资料的话呢 我们就适用于五亩数的一个统计 那么统计推论的对象 也不是说限定是特定的母体参数 就是说对于检定资料的这个分布 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 或者是母体的分布是不是相同 我们都不要求 这是五亩数分析的一个统计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性 那么最主要的是它的假设的条件 它的门槛很低 五亩数的统计 它不需要对母体的分布跟母体的参数进行假设 我们常常说假设为母体为常态 这些统统都免了 而且我们又要求是因为中央极限定理 我们要求要大样本 希望的样本数超过30 那么这个地方对于这个样本数量的大小 我们也没有要求 我们一样可以用五亩数分析来做 那么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是很棒很棒 可以取代过去的所有的一个统计方法呢 那其实也不对 因为它是也有缺点 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说像是母数分析 就是我们知道μσ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用五亩数的统计法来做做看的话呢 我们发现分析的效益很差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很多的话我们必须要用手算 它不是每一种方法都有表格可以去查 那么最重要的是它的方法非常的多 事实上我们同样的一个类型的题目 每一种统计的方法 它都有一个五亩数的统计的方法去跟它对应 其实不止一种 还有其实应该有很多种 但是种类越多 并不代表的是它比较好 反而我们可以显示出 它们可能是有一些缺点 那么这个针对常态分配的这个资料 假设我们用五亩数来做做看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检定力比较差 所以我们使用五亩数统计的一个时机的话呢 是在一个不得已的情况 就是我们样本数太小了 或者是说对于母体的分布 我们没有把握 像那种情况的话呢 像一般来说我们是以样本平均数去估母体平均数 那么以五亩数的统计来说 我们原则上是以中位数为主 因为分布不见得是对称的 所以我们以中位数为主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观念 统计方法我们大概会教哪些部分呢 Sign Test的话呢 就是符号的检定 我们预计一定会去做的是 单一母体的中位数的这个假设检定 还有成对的母体 中位数是否相同的假设检定 那这个Wixson这个很常用 Ransom Test 那这个部分来说 这是做什么用呢 这两个都是在检定 这个两个独立母体的一个中位数的一个比较 这是ManhwiniU 那这两个都其实是目标都是一样 只是方法不一样 那这个是可以取代什么呢 以前我们学过的是 这是独立样本体检定的一个题目 我们就用这个来做 那这个是Curusco Wallace 这是什么呢 这个的话呢 还有一个Freedman Test 这两个的话呢 都是两个母体以上 就三个母体 做一个比较的 那这个KWR 就是Curusco Wallace的话呢 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是变异书分析 我们的话呢 在前面做过的 那这个是相关性的 Spearman的 以前我们做的相关的检定 我们都是用的是什么 用Person的 对不对 Person的 现在我们用的在统计的方法 就是乌姆树的统计方法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是用的是 Spearman 这个也是跟他对应的 Curusco Wallace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是适合度检定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比如说 我们给了一些资料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是不是 接近常态 我们去做一个适合度的检定 这是KS检定 那这些检定的技巧 大概这边都是属于 五亩数分析的部分 那五亩数分析 其实我们独立出来 有一块 其实是最大的一块 就是卡方检定 卡方检定 卡方的话呢 这个的检定的话呢 这个最常用了 它也是五亩数的一个范围 所以统计的这个方法非常多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一个一个的话呢 都可以去看看 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大概的话呢 介绍这个五亩数统计的 一些基本的一些技巧 那么我们未来的话呢 将会一个一个 去给各位同学做介绍 那么首先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 使用五亩数分析 是不得已的 母体分布不知道 那么我们要去做推论的话呢 用五亩数 因为它可能是 不知道的什么样的分布 可能是右偏 可能是左偏 可能是很离散 所以像这种情况 用中位数判断比用μ 可能来得更加的有效 第二个 样本数量不多 那么我们计算上来说 这个用五亩数分析 其实还算蛮简单的 那么我们要建议的话呢 我们确定它是常态分配的时候 我们这个希望用母数的分析 不要用五亩数的分析 这样子做的话呢 比较不容易得到显著的效果 那做的话的效果不佳了 那么我们要知道 如果母数不是常态分布的时候 无母数分析 简定力反而比有母数的简定力要来得高 那是因为不是常态分配 如果常态分配 那当然我们一定要采用的是母数的分析方法 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下 就是教育的效果 的硬性能采用